乔晶晶可是当前娱乐圈最红的女明星,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生,外界对乔晶晶的恋爱情况猜测的可是千奇百怪,就连结识独自去看个电影都被拍下来。 经纪人灵结也说晶晶赶快找个对象,不然一个人多寂寞啊,别人看电影都是成双成对的,你可倒好,乔晶晶听后想了想,自己也想找啊,哪有那么好找啊。 作为王者荣耀游戏的代言人,自己的技术肯定得过关,可自己就在刚刚上了微博热搜,别人想上都上不了的热搜,乔晶晶可倒好,都快成为微博热搜的代言人了。 这次爆出来的是乔晶晶简直是个游戏黑洞,这样的新手参描怎么可以当游戏的代言人呢? 游戏方一看这样的风向不太好,于是立马要求晶晶发个微博,宣布在一个月后的颁奖典礼上,在现场亲自和观众连线打游戏。 林姐本来想替她拒绝,甚至乔晶晶一口应下,乔晶晶果然说到做到,自己答应下来后自己开始加班加点的练习,只要在家的时间都在练习游戏。 林姐甚至还搬出自己的老公交乔晶晶,晚上自己玩游戏时看到于兔在线,定眼一看,于兔竟然拉自己一起玩游戏了,乔晶晶心里很是高兴,更搞笑的是于兔的队友都在说于兔竟然拉了个妹子,这让几个人很是吃惊。 乔晶晶看到于兔玩游戏这么厉害,就提出让于兔当自己的游戏老师,由于自己的身份特殊不能随意出门,于是就让于兔每天都来自己家。 于兔也很准时每天都到乔晶晶家报道,两人一起吃完饭后,于兔就开始教乔晶晶玩游戏。 于兔还特意为乔晶晶制定了详细的游戏计划,什么时间看竞赛,什么时间实践,于老师都规划得清清楚楚。 经过于老师一个月的魔鬼训练,乔晶晶的技术可谓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很快就要开始上台比赛了。 游戏规定赢得一方可以在台下随意挑选观众,轻轻靠着成熟的游戏技巧,顺利拿下第一局全场最佳。 于是光明正大地喊出于兔的名字,于兔一上台,粉丝就开始嗑俩俩人的CP,长得这么帅还是横天设计师,简直配一脸好吗? 这时有娱乐记者爆料乔晶晶已经迎风,粉丝纷纷喊话于兔,快把晶晶抢回来。 好了,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,喜欢的朋友点赞加关注,每天都会更新贺先生的念念不忘的故事,让我们下期再见。